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次课堂我来带着大家体验一下小程序里面的微信支付 在小程序里面微信支付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接口 叫WX.Request Payment 然后传递了这么多的参数 具体的参数呢就是我们需要对接微信支付的一个接口 公司或者是个体工商户才有权限申请 个人的账号是没有办法申请的 所以在开发微信支付之前呢 要确保你的公司已经申请到了微信支付的权限 我也加上微信商户的一个账号的开通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微信支付开发的一个文档 它大概需要这么几个参数 这些参数都是我们调微信支付的统一下单接口返回的数据 然后我们在小程序端直接调用WX.Request Payment的拉起支付即可 在小程序的实际的交付的流程图里面 这是官方的一个流程图 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微信支付大概需要这么几步 第一个我们的微信的一个用户呢进入小程序之后呢 首先要登录拿到用户的OpenID 这个OpenID啊就是我们用来做用户的唯一标识的 拿到OpenID有了用户的唯一标识 我们能够识别这个用户 然后呢调用统一支付的下单IPI 就统一支付下单 然后呢获取一个预付单的一个消息 相当于我们在用户的商户系统那边先下一个单 然后拿到这个单个的PrepareID之后 然后将所有的数据组合 你要掏多少钱 你付钱的时间出等等的 再次去做一个签名 再次签名之后呢 把签名所有的数据啊 就小程序里面 调用WX.Request Payment拉起支付 然后呢再返回我们支付的结果就OK了 OK这个整体的每一步过程呢 在文档里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啊 我们这一节呢 主要是带着大家简单的体验一下 OK我们来到咱们的这个代码里 来到咱们这个代码里面 OK咱们这个代码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简单的效果啊 待会我们会真机的体验一下 很简单的 在详情页里面啊 详情页里面我们呢 做了一个这个一分钱的课啊 一分钱的这个内容呢 点击连接之后呢 点击购买 然后他就会 这个调用我们的支付的接口 拉起支付啊 当然了模拟器里面要求你扫码 待会真机里面会 直接要求你付款 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图啊 其实是传统的后端 我们还要有一个微信的后台啊 商户的系统和微信小程序来构成 然后有了云开发之后呢 我们直接在小程序和商户端两端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像这个微信后台啊 我们就已经不需要了 极大的简化咱们开发的内容 OK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代码 OK 在我们这个代码里面啊 我们的这个detail页面啊 其实就是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 它BINETAB点击事件 执行order这个函数 执行order之后呢 我们直接调用购买 购买的话 第一步我们调用统计下单 统计下单呢 我们写的一个云函数叫email派啊 就是我们的电子商城的派 支付系统 统计下单这个参数叫unfried order 然后把当前的商品的ID传回去 拿回到统一下单的信息 所以我们统一下单的主要是 在商户系统下一个单 拿到这个单号 我们的outrad number 然后呢 做再次签名啊 依然是用我们刚才那个函数 云函数 然后传递不同的参数 做再次的签名 签名结束之后啊 我们获取到咱们所需要的所有的数据 啊 这就是我们request需要的 字符串啊 签名啊 prepare id啊 body啊 还有你总共的前数 最后呢 调用wx 调用request payment 拉起我们的支付 传递我们需要所有的参数 在success里面 可以拿到做一些收尾的操作 并且呢 有一些用户支付的一个结果 都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查询 大家好 我们现在用在真机上来模拟一下 咱们这个微信的支付 我们这个课程啊 比如说叫这个课程测试一 它是一分钱 我们点击详情 在这个详情页面啊 我们有一个购买的按钮 我们点击购买 然后呢 它就会通过云开发来去做各式各样的 微信方面的认证 我们要获取一些token啊 我们要做一些用户的校验 小程序本身是需要一个商户的权限 还有一个商户的一个这个加密的一个文件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这个拿到所需要所有的数据之后呢 小程序端 调用wx.request payment 然后来拉起这个支付的窗口 我们点击确认支付 大部分手机是使用我们的这个指纹支付或输入密码啊 然后我这个手机有一个面容ID 就是识别我的这个人脸识别 我们点击再次尝试 然后我瞅他一眼 OK 然后他就这个识别成功啊 就已经支付成功了 会弹出支付的信息和详情 我们点击完成 就算支付完成了 当然了实际的我们的开发当中呢 这个支付的效果呢 要和我们的订单系统去做绑定 我们支付完成之后呢 能够看到自己的订单 然后呢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支付成功还是失败啊 等等 以及我们有一些订单没有支付 我们可以在订单详情间呢 再去拉起支付 所以呢我们的支付的入口其实可以说是我们的商品相经业 我们的购物车 还有我们的这个订单相经业 那我们今天呢先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试试试试试试